老公出轨两个月后,我把他的骨灰和体检报告单一起丢进垃圾桶,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以我和家属交代完手术后的注意事项。 一转头就看到我老公郑军正搂着一个女人坐在产科门口的长椅上,女人叫李冉,怀孕六七个月的样子,郑军右手搭在李冉的肚子上,附身将耳朵贴在李冉唇边。 两人说笑着,像极了幸福的一家,可我才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啊,这不是我第一次撞见他们两个人了,之所以拖着没处理,是因为我还有事情没查清楚,这层窗户纸还不是捅破的时候,我环顾一下,四周,很好,人很多。 随后,我夹紧嗓子嗲嗲地喊了一声,老公,郑军搭在李冉肚子上的手一抖,立马抽回去,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双手插兜,缓缓向他走去,这时,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郑军和李冉身上,仅仅几秒钟,郑军的脸色一会红一会白,那叫一个好看, 反倒是黎冉,淡定地和我打招呼,月月,你怎么在这?你挂的我的号,不知道我在这? 我故意将尾音拉长,多了些许挑逗的意味,其实我并不知道他挂的是谁的号,毕竟我们诊室除了我,当天还有两位医生出诊, 但既然他能出现在这,必定是有原因的,我猜,那就是向我挑衅,郑军当然不会由着他来,只是郑军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 就连我调到这家医院,他都不知道,我,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呢? 黎冉眼神闪躲,偷偷瞄郑军一眼,郑军沉着脸什么也没说,目光始终盯着地板,不敢与我对视,一时间,所有人都目光都落在郑军的脸上, 我猜他现在一定是在找地缝,想一股脑地钻进去,我也不急,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等他开口,郑军似乎一是刚刚回笼,抬起头看我,目光却不与我交汇,啊,那个,他肚子不舒服,我顺路送他过来,扑痴,不好意思,我实在没忍住, 你看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我还能怀疑,这孩子是你的 我当然知道孩子不是他的,但是郑军不一定知道,想到这,我实在忍不住,狂笑着朝诊室走,身后传来郑军则被离染的声音,我全当没听见,回到诊室, 我将兜里郑军的体检报告藏到抽屉最底层,体检报告是早上刚出来的,我还没来得及告诉郑军,就被拉去做手术,现在也不必告诉他了,主任,你回来了,这是刚刚一个患者的报告,人在外面,等着呢? 我看了一眼,护士递给我的报告单,上面写着离染,我冷笑一声,放下吧,想必他不会进来了,啊? 护士不理解,但还是照做了,那张报告单被我仔细地收进包里,接着,我拿起手机给郑军发了条短信,晚上爸妈过来吃饭,你早些回来。 如果放在平时,郑军一定会拒绝,但是今天,无论是出于愧疚,还是试探我,他都会答应,不出所料,几分钟后,郑军回了一个,好,二。 我叫周月,周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但我沉迷于医学,爸妈,无奈,只能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寄托于女婿身上。 我和郑军是大学校友,郑军追了我两年,表白了136次,最后一次或许是因为感动,我答应了,毕业后,我选择读研,而郑军继承了他家里的生意,并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 后来我才知道,只是表面上的准确来说,只是让我和我爸看着像是井井有条,我爸对郑军很是满意,研究生毕业后,我爸逼着我结婚迫于压力,我和郑军结婚了,周氏集团也将郑军的公司收购,为了表达诚意,郑军签了一份婚前协议, 周氏集团所有的股份作为婚前财产值属于我一个人,他自己只是个打工的,再一次收到,我爸妈一致好评,周氏集团彻底交于郑军打理,我和郑军结婚三年,一直都没有孩子,起初我们感情还很好,不管多忙,都会抽空一起出去旅游, 慢慢地,他开始嫌弃我不顾家,不会照顾人,就连我煮的方便面,他都说,难吃,再后来,他索性不回家吃饭了, 我开始学烹饪,但不管我做得多好,他,也都只是吃两口,我意识到,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 也试图挽回过,但每一次都是以吵架,结尾,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想大概我们也没有逃过这个定律吧, 做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挺好,直到结婚三周年那天,我在餐厅等到关。 夜,他都没有出现回家的路上,却看到了街边相拥的两个人,慌乱之下,油门被我踩到底,直接与一辆大货车相撞, 我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医院的病床沾满了我的泪水,我没敢告诉爸妈,一个人硬撑着到出院, 三,我长呼,一口气,迅速整理好情绪,给爸妈发消息,谎称,我想念家里阿姨做的菜了,让他们晚上来家里吃饭,顺便把阿姨带过来, 实际上,是我再也不想为渣男下厨,接着我又拨通了私人侦探的电话,我不光要他出轨的证据, 还要知道他们之间是何时开始的,价钱好谈,挂了电话,我用凉水洗了,把脸,凉水拍在脸上,将思绪一根一根捋清, 我和李染是大学室友,关系一直都不错,郑军追我那两年,他还帮过不少忙, 比如我的行踪,我的兴趣爱好,和我喜爱的口味,郑军都是从黎染口中得知的,每一次告白,多多少少也都有黎染的出谋划策,时不时的。 黎染还会跟我讨论郑军的优点,那时我还说,你觉得他那么好,不如你和他在一起算了。 黎染总是笑着,打趣我,那你让他来追我呀。 毕业后,黎染没有继续从事医学行业,而是去学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会计,他说,手术什么的太吓人了, 还是算钱好,可我依稀记得,他给小白鼠解刨的时候,还跟我说,那声音真好听, 我和郑军结婚那天,黎染喝多了,拉着我和郑军的手说,月月,你和郑军一定要幸福。 我还傻傻地让郑军送黎染回家,后来,黎染失业了,我和郑军说想给黎染找份工作, 郑军就提议介绍到自己公司,就这样,他不光拿着我的工资, 现在还在泡我老公,镜子里的我,眸中充满怒火渣男,我要扔钱,我也要他们双倍奉还。 四,我回到家的时候,爸妈已经带着阿姨站在我家门口。 见我回来,爸妈笑得脸上的褶子都飞起来,不想爸妈为了我的事情操心, 我没有将今天的事情告诉爸妈,只是说着最近工作上的事, 郑军回来后,就开始陪我爸下棋, 爸,我车里有瓶好酒,你和郑军今天喝点。 说着,我拿起外套就往外走,因为偶尔我会陪郑军出去应酬, 所以我车里常年备着酒,也就没有人,起疑心, 我靠在门上,从外套兜里,掏出郑军车的备用钥匙, 又用提前准备好的电脑,拷贝出郑军行车记录仪的内容, 做好,一切,我拎着酒回到家中, 阿姨已经把菜摆在桌子上,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 仿佛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让我不得不佩服郑军的心理素质, 酒足饭饱,爸妈离开后不到十分钟, 郑军谎称公司有事,再一次离开家。 我也没闲着,将行车记录仪的内容查个遍郑军警惕得很, 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清理一次行车记录仪, 导致只有近三天的记录这三天里。 郑军一直往返于公司和一个公寓, 那是我婚前买的公寓钥匙, 郑军手里有一份,两天后, 我收到私人侦探寄给我的东西, 除了郑军和李冉的日常亲密照片, 还有一个彻底让我心凉的文件, 文件里显示, 郑军和李冉氏高中同学还因为早恋被学校处分过,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无我靠着这个预感。 指挥私人侦探查询的方向, 又和医院请了假带着几箱水果来到公司, 平时我虽然很少来, 但公司的老员工都知道 我才是这家公司股份的持有者, 对我向来是恭敬的, 可总有那么几个人是郑军手里的, 看见我立马跑走, 至于去干嘛, 我心里清楚得很。 月月,你怎么来了? 说话的是我发小, 林浩也是我爸, 曾经资助的贫困学生, 林浩是个孤儿, 大学毕业后就留下来帮我爸打理公司, 我和林浩从小就在一个学校, 直到上大学才分开, 一开始, 我爸是想让我和林浩结婚的, 但我对林浩没有感觉, 严格地说是有隔阂, 我爸努力撮合几次, 见我实在没有这个意愿, 也就放弃了, 郑军接手公司后, 在公司发展的策略上, 经常和林浩意见不合, 但碍于我爸的面子, 郑军一直没敢开除林浩, 整个公司, 我估计只有他有和我一条心的可能, 我冲他挤出一个看似礼貌的微笑, 冉冉怀孕了, 我来看看。 一提到李冉, 林浩的脸色肉眼可见地沉下来, 刚想开口说什么, 我就将他打断, 中午一起吃饭, 我先去看看郑军, 他好几天没回家了。 果然, 林浩的脸色更沉了,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我推开郑军办公室的门, 李冉正规规矩矩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看上去, 是多么正常的工作关系啊, 但李冉胸前的扣子, 细错了一位, 想必是够慌乱的吧, 我在心里冷笑起来, 郑军, 你干嘛呢? 责备的话语出口, 郑军一愣, 我们就是谈些事情。 是啊, 月月, 我和郑总就谈些事, 你别误会。 我拉起李冉的手, 顺势将他扶起来, 误会什么。 你都怀孕六个月了, 郑军还让你上班, 真是周八啤, 呸正八啤。 我狠狠弯郑一眼, 不过瘾, 又弯一眼, 郑军却轻轻吐出一口气, 人瘫在椅子上, 看上去放松不少, 我挽着李冉的手向外走, 我给你定了全是最好的待产中心, 你现在就收拾东西去, 我看郑军敢说一个不字。 说着, 我又回头, 去看郑军, 郑军挤出一个为难的表情, 可是, 我还有工作。 工作交给其他人, 我就坐在这等你收拾。 我拉一张椅子, 坐在李冉公卫旁边, 拖着下巴看李冉收拾东西, 加闲聊。 哎, 萨萨,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都不知道, 你老公是干什么的? 李冉咽了咽口水, 他他前几天出车祸, 去世了。 我忍不住在心里为他鼓掌, 谎话, 还真是张口就来, 不知道自己以前被他这种随口说的谎话骗过多少次, 把李冉送到待产中心, 交代他们吃喝, 都要用最好的, 还特别交代陪护人员的餐食, 都要有酒有肉, 有海鲜, 顿顿, 不能落下, 郑军有痛风, 平时我都不让他吃这些东西, 但他嘴馋得厉害。 想必会日日住在这里的吧, 然然,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说完, 我就用最快的速度撤离现场, 多带疫苗, 我都怕我笑出声来, 路上, 我收到了林浩发给我的餐厅定位, 那是一家很有格调的餐厅, 林浩身形抵直, 头向我的目光中, 满是温柔, 这大哥怎么搞得好像我是来约会情人的, 我倾壳一声, 打破这暧昧的气氛, 大哥, 能别笑了吗? 说正是吧。 林浩帮我拉开椅子, 嘴角的笑意, 却没减半分, 落座后, 林浩直奔主题, 我发现郑军在转移公司财产, 帮手就是离染。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林浩, 想从他脸上看出些破绽, 毕竟这么重要的是, 郑军不会轻易露出马脚, 就连我爸都不知道的是, 林浩是怎么知道的, 见我情绪没什么, 波澜, 林浩眸中闪过一抹惊讶, 你知道了。 拜托, 这件事我用脚趾头想都想得到好法。 郑军婚前签下那种协议, 要是离婚, 他毛都捞不着, 不转移公司财产, 才见鬼呢? 干这种事, 又怎么可能绕过财务, 作为郑军的老情人? 林浩当然会帮他想到这, 我突然有一个可怕的想法, 黎冉为什么会突然选择学会计, 见我不说话, 林浩突然笑出声来, 眸中的温柔带着些许良意, 你居然不信我。 我不是不信你, 只是这件事空口无凭。 我会找到证据的, 为了你的幸福, 我一定会的。 林浩的手刚伸过来, 我洋装夹菜, 完美躲过, 林浩想握我的手停在半空顿了顿, 最终还是默默收了回去, 我和林浩达成共识, 这件事先瞒着我爸妈, 他们这些年忙着打理公司, 身体落下不少毛病, 为了以防万一, 我给他们订了旅行团, 环球的那种, 不过, 我没有将自己的计划全部告诉林浩对他。 我总是多一份防备, 我默默地给代产中心打电话, 让他们继续好吃好喝供着郑军和李冉, 什么, 跪上什么, 丝毫不在乎钱, 一个月下来, 郑军痛风的次数, 比回家的次数都多, 我给黎冉打了电话, 说他唐筛的结果不太好, 需要做一下杨川、黎冉哪里, 敢让我给他做, 直接联系了代产中心的医生。 但他忘了, 代产中心也是我找的, 三个工作日后, 我拿到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那一刻心里前所未有的书坛, 我看了一夜的柯南, 导致第二天的脸色很难看, 再加上我卓越的化妆技术, 看起来像急了一个病人, 我按下那个熟悉的号码, 响了足足有一分钟才被接起来, 为我在开会有事, 我生病了脑癌晚期, 我打断郑军的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分钟, 你在哪? 在家? 我知道郑军一定会回来, 不过不是为了我的病情, 而是为了确定, 我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 果然没多久, 郑军就回来了, 我把提前准备好的报告单地给他, 他皱着眉头, 仔细辨认了一番, 又看了看我的脸色后,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爸妈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 那就好, 郑军扔下这句话便摔门, 离开, 没有一句关心的话语, 甚至没有一句问候, 我冷笑一声, 给林浩发去一条信息, 鱼以上钩钉紧, 林浩秒回, 收到, 我想郑军现在一定在路上狂奔, 因为如果我死了, 或者我爸妈知道了, 我快死了这个消息, 那他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 人哪, 慌乱中, 必出差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终于手机屏幕亮起, 上面显示两个字, 得手。 七, 入秋后, 天气渐渐转凉, 最后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终于到了说分别的时候, 我拿起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按着, 对话框里, 出现一张照片, 女孩双手合十至于, 胸前, 眼角弯弯的, 眯成一条缝, 脸上的笑容羞涩又幸福, 面前一个大大的蛋糕, 上面插着数字为二十八的蜡烛, 男孩同样闭着眼, 唇落在女孩飞红的脸颊, 两人看着像极了热恋中的男女, 可我和李染同岁, 二十八岁是我和郑军订婚那年, 我看着墙上的钟表, 计算着郑军从代产中心回来的时间, 脑海中已经将我和郑军的种种闪过一遍, 原来我们的感情就是一场笑话, 更贴切地说不过是一场阴谋, 而我恰巧认真过, 我和郑军面对面坐在餐桌上, 郑军面前摆满了照片, 那些都是私人侦探查出来的, 全部都是郑军与李染的过往, 你想怎么样? 郑军的目光落在身上, 冰冷刺骨,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你和李染绞尽脑汁让我嫁给你是想怎么样? 郑军垂谋, 目光落在那些照片上, 久久都未开口, 但我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李染父母早亡, 从小跟着奶奶长大, 高中的生活费基本都是靠郑军的扶持, 上大学那年, 郑军家生意遇到危机, 郑军自己都快吃不饱了, 哪里还有钱养李染, 李染又不肯吃苦去打工, 便把主意打到室友的身上, 调查了一圈, 发现我家境不错, 甚至我家的生意还能帮到郑军家的生意, 两人一拍即合, 便把主意打到我身上, 那时候刚入学不久, 我们只知道黎染有个有钱的男朋友, 还没等介绍给我们认识, 就分手了, 为此我们还好一顿, 安慰他病大骂渣男, 现在想来到底是我们太之嫩正军追我那两年, 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 所以他送给我的好吃的我都分给室友, 吃得最多的便是李染, 每次约我吃饭, 李染都会主动提出来陪我, 那时候我还因此感谢李染能够舍身相救, 我还真的是被人卖了, 还替人数钱, 顺便道声谢谢的那种, 越想火气越大, 我抬手将亲子报告摔在郑军的脸上, 好好看看吧, 这就是你的好大儿, 郑军握着报告单的手抖个不停, 一双眸子红的能渗出血来, 我怕他倒在我家, 连忙将人推出门去, 还顺便帮他按了电梯, 郑军这才反应过来, 亮呛地跑到电梯里, 手指不停地按着关门键, 这该是多好看的一幕啊, 可惜, 我不能出现在待产中心亲眼看着, 凌晨三点, 我端着酒杯, 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的雨下的越来越大, 手机铃声响起, 看着陌生号码, 我手腕一转, 将红酒洒在地上, 洁白的地砖上落下, 长长的一条红酒印, 走好, 记得保佑我替你报仇。 接完电话, 我抓起外套, 赶往是人民医院, 八凌晨的医院长廊, 格外阴森, 黎染的哭声又为其增添一份恐怖氛围, 我站在门口, 望了一眼郑军身上的白布, 那个曾经说过会爱我一生一世的男人,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不免在心里嘲笑自己一生, 这个时候, 我居然想到的是他说过爱我, 想必那时, 他是为了骗我的家产, 好和黎染一生一世一双人吧,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伴随着老人抽气的声音, 握测过身子, 给郑军的爸爸妈妈让出一条路, 郑妈妈双手颤抖地摸着郑军的脸, 嘶吼的声音久久才从喉咙发出, 我默默退出这悲伤的气氛, 一个人按照医生的指示办手续, 所有的手续办完, 长廊里的哭声也减弱了不少, 我走进去递给郑妈妈一瓶水, 阿姨黎染沙哑的声音在身后传出, 还带着哭腔, 郑妈妈与我擦肩而过, 将那瓶水塞到黎染, 手中另一只手摸上黎染的肚子, 好孩子,你辛苦了。 脑子翁的一声, 震得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就那么呆呆地看着他们, 我原本还抱有一丝幻想, 以为这些事都是郑军一个人的杰作, 原来只是瞒住了我一个人而已, 很好,这样我就不必心软了, 下午三点,雨终于停了, 彩虹挂在天边, 伴随着一个清脆的声音, 我积压已久的心情终于又舒畅了一些。 经过十二个小时, 我终于把它变成骨灰丢进垃圾桶, 毕竟垃圾只配待在垃圾桶里, 回家简单收拾一下, 准备补补觉, 刚躺下就被一阵敲门声吵起来, 开门一看, 正是黎染和郑妈妈身后还跟着两个年轻的警察, 郑妈妈一见面就向我扑过来, 周悦, 你把我儿子藏哪了? 开玩笑, 我能让他抓到我身子一侧, 用最快的速度溜到一名警察身后, 这会儿, 他估计已经到垃圾场了, 你们要是拿吸尘器去或许还能吸回来点。 余光瞄到身边警察鸣起来的嘴, 看得出他忍得很艰难, 郑妈妈破口大骂, 又向我扑过来, 警察哥哥, 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我面前的警察哥哥猝起眉, 转身注视着我, 有人报警说, 你杀人, 跟我们走一趟吧。 好脸, 不过我建议你们把他也一起带走。 我手指着李染, 音量不减, 我丈夫是死在他床上的。 话一出, 警察哥哥的眉毛促起来, 你也走。 李染原本就没什么血色的脸, 这一下更白了, 我们三个人都被警察带走, 路完笔录, 天已经黑了, 林浩抱着双臂靠在车上, 见我出来, 立马解下外套, 披在我身上, 郑妈妈从警局出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你就是为了他杀了我儿子, 是不是? 你这个贱人, 我跟你拼了。 说着, 撸起袖子就冲过来, 林浩护着我, 把我塞进车里, 我落下一小截车窗, 确定不够他将手伸进来的时候, 冰冷地看着他, 郑君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但跟他有没有关系, 你就要问问他了。 被我这么一说, 郑妈妈愣了一下, 林浩趁机溜上车, 脚下油门用力, 后视镜里的人影越来越小, 我回头看向林浩, 这才注意到, 林浩的手臂被郑妈妈抓花了, 但他没说过一句疼, 只是一个劲地问我, 有没有事, 就准确来说, 郑君的死的确与我有关, 但真正害死他的的确是离染。 郑君除了痛风, 还患有脑出血, 是一个月前提检查出来的 检查报告被我藏起来, 所以郑君并不知道, 他每天在待产中心大鱼大肉吃着, 病情急转直下, 自己出轨的事情, 被扒出来, 又看到亲子鉴定, 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 一股火冲上头, 没直接倒在我家, 就是万幸了, 我想他应该也是顶着一口气。 想回去和李染对峙吧, 两个人在待产中心大吵了一架, 听待产中心的人说, 甚至还动起手来, 李染虽然打不过郑君, 但那时的郑君就算李染不推, 也会自己倒下去, 不过李染还算有点良心, 第一时间将人送到医院, 林浩将我送回家, 递给我一杯温水, 我在家里昏昏沉沉沉睡了三天, 期间清醒过, 又好像没有清醒过, 只记得迷迷糊糊间, 交代林浩将郑君和李染, 转移公司财产的证据, 交给警方, 谁知醒来之后见到的是法院的船票, 李染以肚子里的孩子为由要分我家产, 很好, 就等你这招呢, 法庭上李染扶着肚子, 眼睛一看就是哭肿了, 甚至脸颊上还有胃干的泪痕,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死了丈夫, 李染全程都不说话, 只低头擦眼泪, 李染的律师倒是滔滔不绝, 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孩子是郑君的, 我得给钱, 我转过头, 看着身边的林浩, 小生, 询问起来, 你没把证据交给警方, 这怪我, 我想着李染一个姑娘带着个孩子, 怪不容易的, 就和她商量, 把钱还回来, 就算了, 不过, 她的确是已经把钱还回来了, 我也没想到她又闹着出, 要是以前的我, 或许会相信她的话, 可吃一欠, 我还不长一致吗? 我盯着林浩的眼睛看了半天, 多么真挚的话, 可惜眼神出卖了她, 我将准备好的材料递给法官, 是一张检查报告和亲子鉴定, 检查报告显示郑君患有不孕不遇, 这也是当初我, 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的原因, 李染看着两份材料, 原本就无血色的脸, 更白了, 正妈妈突然将东西一把推开, 指着我大骂起来, 我不信, 肯定是你作假, 就是不想给我们钱, 冉冉怀的就是我孙子, 你这个不要脸的, 话语中各种器官乱飞, 什么肮脏骂什么, 法官几次听不下去, 出言阻止都没用, 骂不过瘾, 还想冲过来, 打我, 被人拦了, 下来, 我不免有些觉得好笑, 无知真可怕, 真假不是你我说了算的, 自然有司法鉴定来评判, 与其在这骂我, 不如领着人再去做个鉴定, 免得要完了钱给别人养儿子, 由于证据不足, 休停了, 过后我递交了几根头发 和郑军最后走那天留下的烟头, 作为鉴定的材料,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两份报告, 一份显示亲生, 一份非亲生, 这难坏了大家, 可我心里却什么都清楚了, 时, 麻烦问一下医生, 头发的是亲生还是烟头是亲生, 众人纷纷看我一眼, 又转头看向医生, 头发的是这份, 看着报告上写的相似率达到99.99%, 我不禁笑出了声, 回头看向林浩, 别人不了解林浩的为人, 但我太了解了, 小时候林浩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 学习好, 性格也好, 但只有我知道, 他的草稿纸上画满了扭曲的图案, 他经常喂的流浪猫, 没几天就会死相惨烈, 长大后, 他交的第一个女朋友, 长得和我有些像, 还有人调侃, 他是找个替身, 有一天, 我去他家, 找他敲了半天门, 没有回应, 就在我要走的时候, 门里传来微弱的声音, 要不是我趴在门上仔细听, 都听不清, 月月姐, 救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 脑海中浮现出那些, 惨死的流浪猫的模样, 林浩家是密码所, 我试着输入自己的生日, 结果真的开了, 我再也无法忘记, 我看到那个女孩的模样, 浑身上下, 几乎没有一块肉是好的, 我扶着她, 给她买了回老家的机票, 看着人上了飞机, 才安心这样的林浩, 我怎么相信她会因为可怜李染, 而放了她, 除非孩子是她的做鉴定的头发, 是我从我枕头下发现的那几天, 我睡得昏昏沉沉的, 总觉得身边有人, 我以为是自己做梦, 直到我醒来收拾床的时候, 发现枕头下, 有几根男士的头发, 郑君已经很久没有在家留夜, 我每晚睡前都会收拾床, 所以头发不可能是郑君, 只有可能是林浩对我的水做了手脚, 趁机留宿在我家, 庆幸的是, 那几天我并没有做春梦, 我看着林浩, 一字一句地说着, 头发是你的, 孩子也是你的。 林浩推了推眼镜, 望向我的眼神, 依旧温柔, 配上嘴角的假笑, 显得那样违和, 月月还是和以前一样聪明。 这话, 无疑是证明了我的说法, 郑妈妈已经上手去打梨染, 慌乱中, 林浩慢慢向我靠近, 但你现在没有小时候乖了, 怎么办呢? 小时候, 我发现林浩那些秘密后, 试着告诉爸妈, 但他们并不相信, 自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告诉其他人, 只是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独自躲着林浩, 我下意识地后退, 但林浩的速度太快了, 林浩的手掐在我的脖子上, 墙面的凉意, 渗透衣服传过来, 我感觉自己的脚已经腾空, 空气被掐断, 我喘不上气, 只能用力拍打林浩的手, 我想如果我面前有个镜子, 一定能看到自己的脸色, 已经胀得通红了吧, 医院里的好心人想上, 来阻止林浩, 却被林浩手里的刀, 吓退, 乖乖跟着我, 不好吗? 我坐上那个位置后, 绝对比正军对你好, 就像那些小猫, 吃完了我给的粮, 就忠心于, 我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去吃别人的粮? 该死, 你们都该死。 林浩眼底越来越红, 手上的力道收紧, 我说不出话来, 耳边嗡嗡作响, 我甚至看到正军在向我招手, 怎么办呢? 我又舍不得你死。 月月你乖乖听话好不好。 林浩的手松了, 松我大口大口吸着空气, 听命地点头, 我必须拖住它, 才有反击的能力。 好好, 月月你现在给你爸爸打电话, 说把公司交给我, 我们马上去领证结婚,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 示意林浩放开我, 林浩并没有完全信任我, 手上的力虽然松了, 但手依然放在我的脖子上, 就好像我不听话, 随时都能掐死我。 好在我是防偷窥的手机膜, 林浩看不清我手机的内容, 我打开短信, 内容显示马上到时间是二十分钟前, 我在心里默默为自己祈祷, 把那个号码的昵称改为爸爸, 随即拨出去, 爸爸。 没等对面出声, 我就先行开口, 林浩小声提醒我开免提, 我只能照做, 我想和林浩结婚, 你把公司给他吧。 对面没出声, 我只能听见有车鸣的声音, 是信号不好吗? 对面依然没有回应, 我用手指向旁边指指, 示意林浩走动一下, 林浩松开我, 却又刀底在我后背, 跟着我一起走, 医院的门开了, 走进来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眉眼, 硬朗, 正是那日给我做笔录的警察哥哥, 我平住呼吸, 僵硬地一步步向他靠近, 可他像没看见, 我一般静止走着十一快到我身边时, 他忽然加快脚步, 一个闪身将林浩手里的匕首打落在地, 大手一拦将我带到身后, 他另一个同伴立马上前控制住林浩, 那一刻, 我再也控制不住, 我看到自己握着他一脚的手抖动着, 声音卡在喉咙, 久久发不出来, 只有眼泪在不停地往下落, 滴在手背上, 炙热又真实, 林浩被押上车, 黎然也被带走, 我擦干眼泪, 看着天边火红的晚霞, 太阳落山了, 可终究还会再升起, 林浩和黎然都被判了刑, 黎然不光没有分到一分财产, 还被了一身代产中心的费用, 至于林浩, 我去看过他一次, 他收拾得还算干净, 没有什么胡茶, 只是一双眼有些空洞盯着我看了半天, 我始终是想不明白, 当初我已经把黎然转移财产的证据抹掉了, 为什么还会这样?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相信过你, 当初, 我假装自己癌症晚期要死了, 郑军决定冒险再次转移财产, 我和林浩请了黑客, 只要郑军一有动作, 立马就可能捕捉到他的痕迹, 从而揪出他的账户, 留下诸多证据, 但那黑客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在把所有证据交给林浩之前, 先一步发到我的邮箱, 说起来还要感谢李冉上次报警抓我, 我借机要了警察哥哥的电话, 在去医院递交材料之前, 我先行将那些证据发给警察哥哥, 这才能报下一命, 公司一连损失两名大将, 趁我爸还不知道, 我只能掀下手为强, 在公司老员工里提拔两名, 得知所有真相后, 爸妈连夜定跳, 要回来, 趁我爸抓到我之前, 我决定将自己这两年的假期一起修了, 等我爸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普吉岛晒太阳看帅哥了, 李冉的那个孩子, 我帮忙送到了福利院,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但我也不是什么圣母, 没心情给他们养孩子, 至于那个垃圾场的骨灰, 估计已经被吹散了吧。